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要一起进入口语交际2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交际内容,怎么表演课本剧 这是我们一个新的内容了,课本剧 那么漫长悠久的岁月,打迁世界的风景 性格迥异的人物,各具特色的故事都可以浓缩在课本剧中 那么在那里,我们可以尽情的展示自己,重现课文中的精彩情节 那么首先呀,我们啊,先想一想,这里头的有两句话 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后期去思考 和以及我们接下来的课程中,你要去探索和研究的 第一个是什么呀,尽情的展示自己 这个尽情的展示自己,是让你展示你自己本身呢 还是展示你所要扮演的那个人物呢 那么第二个是,重现课文中的精彩情节 哎,那我们现在啊,比如说我们之前啊,学过的修记 水浒传,是吧,三国演义啊 我们学了一些片段的这个文章 那我们想想,哎,当时的那个情景真的是非常之激烈 是不是武松打虎啦,啊,还有包括那个,呃,孙悟空是不是啊 去寻探这个水帘洞的这个过程 还有什么呢,我们学草船接见的时候 是不是啊,这个周瑜对这个诸葛亮是不是射下圈套 哎,这个情景都是非常什么,牵动人心的 那么如何能重现课文中的精彩情节呢 啊,这对我们的这个啊,演技啊,那就是啊,要求之高了 好,我们再往下看,课本剧就是把故事性的文章改编成剧本 哎,记住没,故事性的文章,什么是故事性的文章呀 我们刚才说的都是故事性的文章 是不是啊,故事性的文章 那么,以戏剧的语言来表达文章的主题 剧本一般包括,啊,我们来记一下题目,人物 时间,地点,道具,木铭和正门,啊,一系列的是吧,都需要我们去设计它啊,设计它 那我们说了,那么当我们把故事性的文章改编成这个剧本的时候 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 对白 是不是,人物 那么,有同学要说,老师可不可以作以改编 当然可以了 在原文中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下 可以大胆的,什么,改编 是不是改编,可以不断的创新 这,就是最终我们要编成的什么呀 剧本,编成的剧本 但是我们不可以改,啊,不可以改成什么 比如说,哎,唐僧去取经了 是不是,哎,师徒,啊,无人 是不是一直去取经了,哎,这会儿 一改编变成什么呀,宋悟空去取经了 这样就不行了,是不是 哎,我们可以大胆想象一下 在这个故事情节中,我们可以增添一些 哎,增添一些环节 是不是,那么我们可以,哎 把他这个,呃,孙悟空这个起初 遇到这个,唐僧之前的这个 哎,情形再给他加以神话 描写,对不对,我们也可以 着重的把唐僧这个人 感情上再渲染一下,是不是 啊,都可以,那么 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啊,剧本的 最基本的内容,就包括什么呀 啊,这一下几点了 好,那么 讨论时呢,大家轮流做 主持人,其他组员既要清楚的表达 自己的想法,又要认真 听取别人的意见 那意见不同时呢,要一起商议 啊,一起协商,形成一致的 看法,那么我们说 团队合作的力量啊,才是啊 最棒的合作力量 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啊,去 评断整个事情,那么我们也不能 因为不同的意见而发生争执 是不是,我们可以一起去谈到 一起去协商,同时达成一致 我们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对不对,好,那么课后呢 各小组可以根据 讨论的内容进行排练 再在班上表演啊,在班上表演 好了,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是什么呀,主持讨论时 要引导每个人发表意见 啊,引导每个人发表意见 那么第二个呢,尊重大家 共同的决定啊,尊重大家 共同的决定 好,分小组讨论 怎么表演课本句 可以讨论以下内容 第一个 选课文 那么我们之前学过的课文中呀 比较有故事性的 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 除了直接抒发和间接抒发的 这种感情 月还是什么故乡的名 或者是什么祖父的园子 像这种文章是没有办法 当做舞台剧去表演的 剧本课本剧 那么什么可以当做课本剧去表演 就光说西游记 是不是西游记 还甚至什么呀 小兵章杆 对不对 还有包括我们说两金灯心 那个是吧 还有我们的那个 那个水浒传 五松打虎 对不对 还有包括 后面的这个三国演义 是不是那个草船借鉴 对不对 这些都属于故事性的课文 那么它全都可以变成课文句 课文句 当然我们也可以翻翻后面语文课的 这个课本的内容 也可以选题来当做这个课文句 那么首先我们看 学过的课文中呢 哪一篇适合演这个课本剧呢 哪一本呀 故事性的课文 故事性的课文 好 那第二个是什么呀 分角色了 是不是 那不同身份 性格的角色 适合分配给谁 那首先呀 我们这个小组的成员里头呀 我相信啊 性格一定有什么 有内向的 是不是 有外向的 有豪爽的 是不是 还有大不咧咧的 那么我们在选择好第一步 选择好这个故事性的这个文章以后呢 第二步我们就要确定什么呀 里面人物的一个分配了 那么我们说 人物的分配最好是什么呀 找相似性格的特点 是不是啊 相似性格的特点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找一个 演孙悟空的 是不是 那他是不是要 就是要机灵古怪一些呀 你不能找个像 像猪八戒那样子的 汉后老师的 傻傻的 是不是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找一个人演 诸葛亮 诸葛亮拿个扇子 是不是 煽动着 非常的有气势 那么我们找到这个人 一定要怎么样 符合这样的性格特点 性格角色特点 好 我们再看下面 怎么演 诶 这是个重点了 是不是 那怎么演好故事中的 哪个角色呢 可以从角色的 什么 台词 表情 动作 还有什么呀 人物性格特征 人物性格特征 比如说我们要演 武松 是不是 诶 那武松人的性格是什么性格呀 豪爽 是不是 蛮不在乎 是吧 大不咧咧 但是呢 同样他还怎么样 勇敢 是不是 义气 这都是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那么我们除了要掌握台词 表情 动作以外 还有什么呀 人物特点 抓住人物特点 就是抓住了这个人的核心 是不是 好 进行讨论 那么如 怎么把课文的中 叙述的语言 改为人物的对话呢 诶 这就需要我们一个写作上的一个技巧了 那么表演时可以加上 哪些表情和动作呢 诶 那么我们说在刻画一个人物的时候呀 我们可以把他的性格特点什么呀 不一定说非要通过他的话语 语言来形容 我们可以动作通什么 眼神 是吧 动作 对不对 表情 以及他做事情的风格 都可以体会 都可以体现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你表演中可以加上去的 那么此外呢 还可以想想需要准备哪些服装和道具 啊 那我们我们选择好了这个 这个课文以后呢 我们就要看诶 是西游记吗 我们就要选择符合西游记上面人物特征 我们可以加以改良 但是不可以什么呀 诶 选成明朝的 是不是 诶 选择任何一个朝代的一个这个衣服了 对不对 好 那么如果我们选择了这个 呃 呃 三国演义 是不是 那我们就要符合三国时代的那种衣服 我们不能选个唐朝的 对不对 啊 我们就要符合当时我们所要给大家呈现的那个情景 且啊 符合实际情况的一些衣服和道具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改编课本 剧啊 指南 一需要根据 根据需要可以对故事内容进行适当的修改 我们说适当的修改 不可以怎么样 离开了文章的什么 终止啊 中心内容了 好 第二个是改编课本剧 从剧情 人物 台词 动作 表情等方面 着手 那么我们就说了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呀 哎 根据他的这个做事情的这个风格呀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改良 但是中心点离不离开这个人的本身呀 是不能离开的 好 第三 设计人物的台词 设计人物的台词 动作表情尽量符合 哎 我们看 人物的身份和性格 那比如说了 我们现在要刻画 刻画诸葛亮了 是不是 哎 诸葛亮本来就是个有大智慧的人 对不对 非常的沉着 冷静气 做到了学永成竹 是不是 什么事情 他可观天象 是一个 是吧 我们非常非常崇拜的一个人 那 可不可以给他设计一个 哎 窝窝缩缩 或者给谁说过话 哎 悄悄的那样子 那样的行为呀 符不符合他的要求呀 不符合人物性格特征 是不是 那么我们能不能给这个唐僧呀 给唐僧设计的像猪八戒那种人物性格 到哪要要吃啊 要要睡 要休息 能不能这样子 哎 也不符合他这个人物性格特征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动作台词表情的时候 要符合他的本身啊 好 故事情节要完整 重点落在故事的高潮部分 重点落在故事的高潮部分 也就说我们说的事件 是不是啊 事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哎 今天这个课本剧的一个范例啊 选择了我们的草船借鉴 是我们三国演义中的一个片段 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啊 故事 好 我们看一下 首先我们刚才说了啊 要有课本剧的这个剧本 是不是 它要符合几个条件 那都要有什么呢 时间 有没有啊 是不是 东汉末年啊 那么地点是在哪里呢 东吴都督周瑜的军战中 还有哪呀 草船上 是不是 那么人物呢 诸葛亮 周瑜 鲁肃 是不是 哎 这块缺了个谁啊 曹操是不是啊 曹操 因为曹操在这个故事 我们文章中的曹操好像那个对白没有 对白他好像就是一个 呃 就是 把它描述了一下 是不是 没有说他跟谁在对话 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 第一幕 好 这第一幕什么呀 木起 东吴大都督 周瑜 军战中 周瑜做主帅位 诸葛亮 鲁肃 一旁做 陪一世 那么 这一块的一个 这块一个独白是告诉我们啊 旁白是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告诉我们 哎 现在映入眼帘的这个情景 是不是啊 我们要做这个 那这个时候开始是吧 人物进入了 对不对 第一个进入的人物是谁啊 周瑜啊 他说话了 诸葛军师 我们就要跟曹军交战了 你看水上交战 用什么兵器最好 那么我们选择的这个同学去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啊 一定要怎么样呀 哎 感觉是自己要再设一个圈套 但又不能表现的怎么样 哎 太过于明显 是不是 也还要很尊敬的去请教这个诸葛亮 是不是啊 哎 要有这样一个心理的一个想法 是不是 好 这时候谁接话了呀 我们的大智慧人物 是不是诸葛亮接话了 哎 这块用了个什么呢 括号用了不加思索 哎 符不符合他的心有成主呀 啊 他明知道是几却怎么样 不加思索啊 不用考虑就直接回答说什么呀 用弓箭最好 那么不加思索的这个是需要用动作吗 哎 我 我 我想是动作是表达不出来不加思索 对 那么只能用什么 神态 是不是神态 用你的表情去表现出不加思索的样子啊 不加思索的样子 这个时候周瑜又接话了 是不是 对 先生跟我想的一样 可是 现在军中缺剑 我想请先生负责赶造十万支剑 这是公式 往先生 不要推却啊 不要推却 好 那我们再看 诸葛亮的计划 都督委托 当然照办 不知道这十万支剑 什么时候用 啊 要非常尊重 虽然我知道这是个计谋 是不是 可是我将计就计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的诸葛亮呀 也不能太显得自己 是不是 哎 胸有成主了 还要怎么样啊 再 反问回去 对不对 哎 那请问这个什么剑 什么时候用呀 也是再给自己 是吧 在询问这个 都督交代这个事情 早节日的一个时间 对不对 符合故事的什么 情理章 对不对 好 周瑜说了 十天造的好吗 哎 这个 我想问一下同学们 读到这句话的时候 是周瑜真的在疑问吗 还是故意给他的一个 不可完成的期限呢 对了 所以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呀 把这个情绪要点到位啊 点到位 不能是单纯的是 疑问 是不是 哎 十天造的好吗 哎 不可以啊 还要有种什么呢 哎 藐视和故意的心态 是不是啊 去问他这个问题 那么诸葛亮 结化是吧 既然就要交战 十天造好 必然误了大事 周瑜 说到 先生预计 几天可以造好 哎 周瑜又抛出去问题了 既然你说 当误了大事 那我可问你了 是不是 哎 这种撒错的动作 是吧 我们同学们在演这个周瑜的时候呀 一定要把他什么啊 了然于心 是不是 了然于心 好 诸葛亮 胸有成竹 是不是 那么我们如果没记错的话 文章中在这个部分应该写的就是什么呀 诸葛亮 胸有成竹的说 只要三天 对不对 这一块把胸有成竹扩了个括号 是为了什么呀 因为不可能诸葛亮往这 我胸有成竹的说 对不对 啊 对 那么这一块胸有成竹就要怎么样呀 要表现出来了 是不是 要表现出来了 要用你的举止 要用你的语言 要用你的动作 表情去表现出你做到了胸有成竹 啊 胸有成竹 好 周瑜说 军情紧急 可不能开玩笑 哎 这个时候我相信周瑜已经想 啊 他上当了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周瑜是 哎 虽然一副严肃的面孔下 隐藏着什么呀 开心的这个 什么心里 心情好极了 对不对 周瑜 诸葛亮终于上当了 是不是 那么当你在念这句话的时候 别忘了 严肃的面孔下 有一副什么呢 啊 这个心里非常高兴的这个想法 因为他想什么 他把诸葛亮给妈 给陷害了 是不是 好 诸葛亮说 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 我愿立下军品状 是不是 三天造不好 干受惩罚 哎 这块时候 这个是什么呀 有一个动作 是不是 有一个动作 那么同学们看过那个舞台剧 对不对 哎 舞台剧的上面的动作都是非常的什么呀 幅度特别大的 那么同学们会说 哎 老师呢 这个拍电视剧跟这个舞台剧的区别在于哪呢 那我们想说拍电视剧都是什么呀 近距离的拍摄 是不是 那么这个摄像呢 摄像机会经过不同的角度去吧 哎 我们也需要看到的这个情景 是吧 这个场景 加以角度的变化来 可 来最终做成电视剧 那么我们说舞台剧能不能从多个方面去呀 不能 他只有一个平面 是不是 那么我们所有人都做到底下 他只有一个平面去看的话 哎 他这个动作的幅度是不是要大一点呀 哎 能确保那边 那边 那边 是吧 都能看见 且都能通过我的动作和我面部的表情怎么样呀 感受出来这个人物的特点 那么同样我们也能看到 一般做舞台剧的演员 他的妆容都是怎么样呀 比较浓的妆容 那么为什么呢 同样是老师刚才说的 为了让下面的每一位观众都能看得清楚 所以他们故意刻画了自己的妆容 要浓一些啊 浓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要有什么动作 啊 这又是个几个动作呢 一 要写军令状 是不是 那么要写军令状 我们叫什么 要配合道具 对不对 那么同时呢 要交付 交付的这个动作如何交付呀 哎 我们这块啊 可不能像现代一样交付了 那么有心的同学呀 老师再说一点 有心的同学要根据你选择这个课文 这个课文剧的这个时代 是哪个朝代的 哎 是在什么时间发生的 一定要符合当时的礼仪 符合当时的礼仪 比如说谢 给 走 告辞 啊 等等都要用的专业 是不是 哎 不能说 哎 再见啊 东汉末期 可不可以啊 啊 不可以 是不是啊 一定要符合当时的这个时代 对不对 好 周瑜说摆上久来 哎 这个时候周瑜除了有动作以外 还要干嘛呀 又要上道具了 是不是 我要同诸葛军师 鲁大夫痛饮一番 哈哈哈哈 哎 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笑啊 这个演周瑜这个同学这个笑 他是不是单纯的这个开心呀 哎 不是 他这个笑笑中有诈 是不是啊 笑中有诈 那么演的时候这个心里要什么 了然于心啊 不是单纯的高兴 这个军令状也下了 是吧 他什么 造不出来见 是不是啊 我们这个了然于心 除了笑以外 还有一种奸诈的笑啊 奸诈的笑 好 我们再来看 那么诸葛亮就是什么啊 大都督 到第三天 请派五百个军士到江边来搬舰 亮告辞 诸葛亮下鲁肃掠颂几回 哎 我们说到这个环节了 是不是 亮告辞这一块啊 我们古代人是不是 尤其在东汉末期的时候 告辞是怎么告辞的 哎 想一想当时的礼仪 是不是 那么同样的 诸葛亮我们说了 从哪 他不管去哪都怎么样呀 不管去哪里 他都手中拿的什么东西 他的标志性物品是什么呀 羽毛扇 对不对 那么我们说 哎 不一定每一个拿羽毛扇的人都是诸葛亮 是不是 但是啊 我们一定要能演出那个诸葛亮那个那个知天文地理 是不是啊 那个潇洒的那个气势啊 亮告辞 哎 我们可以去查一下当时的这个动作 那么诸葛亮下鲁肃掠颂几回 什么叫掠颂几回呀 大概送一下 是不是 送到哪种程度呢 哎 我们一个舞台是不是 有一个划分 舞台中心的位置 是不是 以及偏台的地方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啊 我们这个都是要经过专业的学习 那么鲁肃掠颂到 送到偏台处 几回是什么意思 能不能散着不回来呀 哎 能不能慢慢的悠着不回来 不可以 要急忙脚下的步伐什么 要略快一些 啊 回 回到哪里呢 回到跟终于在在一起的 什么呀 这个场景里头去 鲁肃说话了 都督 十万之鉴 三天怎么能造得出来呢 诸葛亮不是在说假话吧 哎 这时候鲁肃的担心是什么呀 我们通过对鲁肃的这个人物的这个了解 我们知道鲁肃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真诚 是不是 正直 对 真诚正直 那么我们当鲁肃去说这个话 是什么呀 发自内心的 发自内心的 同时也是关怀的 是不是 我们要演出这样的人物特征 好 那周围说 这是他自己说的 我又没逼他 我得吩咐军将们 叫他们故意吃烟 造剑用的材料 不给他准备齐选 到时候造不成 定他的罪 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你去探听探听 看他怎么打算 回来 报告我 说这一段话的时候 周瑜 一定要演出周瑜的那种奸诈 以及他 迫不及待的希望 迫不及待的希望 这个诸葛亮 造不成 造不成剑 同时呢 还百般刁难 是不是 百般刁难 好了 我们再看 这个时候啊 括号里头出现了这段话 是什么呢 周 鲁 同 下 这个时候说完这段话 以后周瑜 是不是和鲁素 下台了 那么 鲁素 诸葛亮从不同的方向 复登场 什么是复登场呢 重新上场 是不是 重新上 这个时候他俩下去了 这个时候呢 鲁素和诸葛亮从不同的 记住是不同的方向 不同的方向 然后再次的什么登场 再次登场 好 诸葛亮三天之内要造十万之间 你可要帮我的忙啊 那么首先 诸葛亮在给鲁素说这个话的时候 请问他了不了解鲁素呀 他一定是了解鲁素的 是不是 而且他能确信鲁素是 愿意帮他的 好 鲁素不解的 哎 不解的 这个时候 要怎么样呢 表情要出来 是不是 要表现出 不解的 就跟头上要顶个问号一样 是不是 头上顶个问号 都是先生自己惹的 我怎么帮得了你呢 哎 那他不光是 想告诉诸葛亮 这都是你自己自找的呀 我帮不了你呀 第一是我真的帮不了你 第二 是你自己找的 我为什么要帮你 是不是 有着两种的一个表达内容了 好 诸葛亮说 其实我也不要你帮什么大忙 只不过 向你借二十条船 每条船上要三十个军士 船用轻步慢的遮起来 还要一千多个草靶子 排在船的两边 我自有妙用 第三天 保管有十万之间 不过 请你不要让嘟嘟知道 就是了 诶 诸葛亮说完该谁了呀 鲁肃这一切按先生吩咐的照办 保证不让嘟嘟知道 保证不让嘟嘟知道 这个时候怎么样呀 诸葛亮和鲁肃想 他俩的对话完成了呀 这一章节是吧 这一幕就完成了 好 他俩下台 落幕 落幕 好 又出现了第二幕 这个时候怎么样 幕布渐渐升起来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 画外音 是什么意思呀 啊 我看同学们啊 肯定是了解了 就是当人物还没有上台 或当人物没有在我们的故事情境中 这个时候就有一段旁白了 第三天 天未亮将上大雾弥漫 什么也看不清 是不是 以及介绍这第二幕的这个场景 要是什么样的场景 以及当时的一个什么情况 是不是 诸葛亮说 鲁大夫请你和我一起去取见 鲁肃不解的 到哪去取见 这个不解的 是不是突然又要顶大问号了呀 是的 很疑惑呀 是不是 除了我们要顶个大问号了 还有什么 表现出你的疑惑 以及你的顾虑 是不是 去哪去取见呀 是不是 好 诸葛亮 不用问了 去了 就知道 去了就知道 这时候怎么样呀 诸葛亮和鲁肃坐上了船状 哎 这个时候我们想想这个道具啊 道具要有什么呀 要有一个船 是不是 那么这个时候鲁肃和诸葛亮的动作呢 也是要迈向这个船里面的 好 这个时候又出现花外音了 对不对 又什么呀 旁白开始了 船上军士把船用绳索连接起来 向江边曹银开去 他无漫天 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 天还没亮 船已经靠近曹军水寨 诸葛亮下令 把头传东朝东 传尾朝西 那么 船头朝西 传尾朝东 一字摆开 又命令船上的军士 勒骨纳喊 那么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分两种去做 分两种去做啊 第一种是什么呢 第一种就是我们在说大物弥漫 大物弥漫和逼近靠近曹军水寨的时候 你想没想过 这个时候船上的诸葛亮和鲁肃在干什么 哎他俩应该在对酒当歌 是不是哎 因为我们记得文章中他说的什么呀 哎一起去什么 去见 却不料什么 在喝酒 是不是啊 在喝酒 那么我们就说了 那么这个时候在舞台上的同学们 应该是什么呀 演诸葛亮和 演鲁肃这应该是对酒当歌 其实鲁肃的表情要怎么样呀 疑惑外加担心 而诸葛亮的表情呢 坦然胸有成竹 一切了然于心 哎 竟在掌握之中 所以说画面中的这两个人物的特点 一定要在当时的旁白下 有一个用表情去演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同时呢 我们看说船椅靠近曹军 那就说明不是他们俩的一只船 一艘船 是不是 不是他们的一艘船 那么是很多条船 那么很多条船 是我们在去做这个道具的时候 我们一般选取的是什么 根据舞台的大小 是不是 我们选取的数量 根据舞台的大小去定 根据舞台大小去定 我们可以演出很多船 不一定真的需要什么 很多船 但是我们切记一点 切记一点 因为文章中及旁白中介绍了 船的方向 是不是船的方向 我们不可以把这个道具 随便的乱摆 是不是 一定要符合文中和旁白的这个要求 是不是 其次呢 一字百开 是不是要注意呀 要注意都是细节性的问题 好 同时呢 还要命船上的军士雷鼓呐喊 雷鼓呐喊 有个人 是不是 我们要有我们的演员 是不是 假装在敲鼓 并且大喊 这些大喊 这些细节都是要注意的 好 鲁肃吃惊状 这个时候鲁肃的这个表情 立马要上线了 是不是 立马要上线 吃惊状 这时候头上顶了什么号呀 感叹号 对不对 如果曹冰出来 怎么办 带着感叹号又出现了个疑问句 是不是 看诸葛亮这时候出现什么形 胸有成竹 家口菜脂 哎呀 这个俩人演的这个表情状态呀 真的是反差特别大 是不是 好 那这就考验了这个 演鲁肃和演诸葛亮的同学了 对不对 好 物质量大 曹操一定不敢出兵 我们只管饮酒 天亮了就回去 哎呀 这个心可真宽 是不是 天亮我们就回去 还带着剑回去 这时候出现旁白了 话说江上古声与呐喊声正耳欲聋 这是在我们说什么呀 在给我们描述当时的情景呀 是不是 因为我们是舞台剧 没有办法能演示出真实的当时的感受 当时的情 可是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旁白来告知大家 哎 这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 进行的 对不对 是在顾声与呐喊声正耳欲聋的这个情景下 是吧 在这个进行的 是不是 好 哎 谁出现了呀 我们刚才才说到 曹操出现了 是不是 那么这时候曹操干嘛 烦恼 举其不定 这两个是靠我们的动作 和我们的什么 表情来把它演出来的 是不是 那么同时呢 在他烦恼和举其不定 这个表情和动作演的同时 他还要干嘛呀 说话了 说什么 江上雾很大 敌人忽然来攻 我们看不清叙实 不要轻易出动 只叫弓弩手 朝他们射箭 不让他们前进前 是不是 那么我们除了动作与表情 还要注意什么 说这些话的语境 语气 你不能说的平淡无奇啊 是不是啊 哎 你也不能表现的 哎 欣喜若狂 对不对 你要表现的是什么 你的语气 让我们要表现出烦恼 让我们要感觉到 你举其不定 这就是厉害 是不是 好 再看 旁白又出现了 哎 又要介绍我们什么呀 又要介绍我们 哎 当时又是出现了 什么样的情景 在什么样的情景下 大家在进行这一幕 对不对 好 曹操派人从 汉寨调来 六千名工奴手 到江边支援水军 哎 舞台局是有限的 他真的能调六千人在上面吗 不可以 是不是 所以需要用旁白来告诉我们 这样的情况 好 转眼间 船尾的草靶子上插满了剑 诸葛亮下令把船调头 船头朝东 船尾朝西 仍旧雷鼓呐喊 说话间 船头草靶子上插满了剑 这个时候 我们的道具要怎么样 是不是要进行更换了 或者要 有人去什么呀 真的有把这个剑插上去 是不是 那这时候旁白又出现了 怎么样呀 这一幕也变了 变成哪一幕呢 天亮了 天亮了 诸葛亮吩咐军士们 齐声高喊 齐声高喊 众将士 众军士 这个时候我们的演员又开始了 谢谢曹丞相的剑 这个喊的时候 是不是要喊出 除了感谢 要喊出什么呀 想喊出的激动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幕 第三幕 时间是什么呀 第三天了 对不对 人物是谁呢 周瑜了 对不对 因为周瑜要干嘛 他就带着剑回去了 是不是 这个故事已经发展到了最后面的一个部分了 好 旁白 旁白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旁白呢 我们虽然看到就是这句话说 鲁肃将借鉴的经过告诉了周瑜 一句带过 是不是一句带过 那我们说了舞台剧 他可以着重的去选 不一定要把整个故事都非常详细的 像刚才那样子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是吧 我们可以剪重点的部分和我们想去诠释的部分 做一个详细的描写 那么当遇到了我们想省谓的部分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什么呀 旁白 对不对 旁白什么 鲁肃将借鉴的经过 告诉周瑜 简单明了 是不是 那这时候周瑜怎么样呀 上线了 是不是说话了 仰天长叹 这个时候演周瑜的同学要怎么样呀 啊 仰天长叹 是不是 叹 诸葛亮神级妙酸 我真比不上他 那么这个时候 我想说周瑜内心是什么样的 是真心的去崇拜诸葛亮的 是不是 是真心的去佩服诸葛亮的 那么所以说 诸葛亮在以前以后 这个心理上的反差 都需要我们通过动作语言 表情去把它完全的呈现出来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本节课的这个课本剧呢 就上到这里了啊 希望同学们可以喜欢自己啊 去尝试的这些课本剧啊 好 这些课就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